各位,你把我們80Planter打開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有點熟悉感 像不像PowerPoint 有一些範本 雖然它範本沒有像PowerPoint那麼漂亮 但是我跟你講,如果你喜歡PowerPoint的範本 你可以把這邊的拿過來揮進去 那麼80Planter我先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它是一個什麼 數位教材製作的軟體 有點類似像我們現在學校 我們上一場也有Condensia Studio那個 但是它的好處在於說 第一個,它很像我們的PowerPoint 所以上手很簡單 第二個,一般的軟體都是有什麼 比如說它如果是商業版 它可能就是30天的試用版 對不對,全功能 可能時間到了之後 你就某些功能不能用 或者有其他的限制 或完全不能用 那這一套軟體沒有時間限制 所有功能都可以用 但是它還是有免費版跟商業版 那請問你它差別在哪裡 它只有一個差別 就是你如果用到有商業的功能 就是它的所謂付費的功能的時候 你在輸出的時候會多一個浮水印 但是你那些功能都可以用 這樣了解嗎? 事實上,Edipendor它也有什麼 也有藍綠木去費功能 就跟我們這個一樣 只是它是屬於它的付費功能 它的付費功能 所以我就沒有在這邊做介紹 這樣有概念了 那我們剛剛呢 是不是已經在OBS有做一些錄影了 你就可以先挑一個 先挑一個 如果你在使用它這個模板 你不滿意 沒關係 我就從我們的這裡 交進來 比如說我這裡有一個 我再增加新增投影片 我再增加這個 我再增加其他的類型 再增加一個這個 OK 我就把這個檔案存起來 因為PowerPoint也可以怎麼樣 會進去 所以你不喜歡它的 好 我現在把它弄進來 你看 這裡打開 有沒有覺得有點像PowerPoint的感覺 這樣不夠像 沒關係 上面這裡 有什麼 有沒有 新建換燈片 這家換燈片 那邊叫投影片 所以點一下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那如果你不要這個 沒關係 剛剛我們有PowerPoint 點了這個 下面有看到從PowerPoint進來 也可以 我就從這邊 按下去 燈 告訴它 我想要剛剛那個檔案的 當然前提是 各位留意一下 如果你在PowerPoint有做一些動畫 那些就進不來 它比較像單純的當作背景來用 它問你一下 你想要會錄哪幾張 我就按確定 這樣它就會把你的圖片 把它變成你的 而且它的 連布景主題都會進來 那個布局 我們在PowerPoint裡面增加的時候 不是有一個叫版面配置嗎 對不對 它有沒有 當然也有啊 所以你應該知道 我今天來教的叫PowerPoint 進來了 來你看一下上面 點到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布局 上面這裡 你這裡按下去你就會看到你熟悉的 好這裡按下去你看我們在這裡 有沒有連PowerPoint也繼續進來了 這樣是不是就很熟悉了 好 OK 所以呢你就可以在這邊 如果你今天是做一個所謂的數位教材也好 或是你要做直播 隨便你點到這邊 你就把你的標題放進去 比如說我在這裡 我把我們的標題加進來 我把我們的標題加進來 把它貼進來 好大小你全選之後 它有點不一樣 這邊跟PowerPoint有點不一樣 如果你要調大小 你要把你要調的文字範圍 要先把它選起來 先把它選起來之後 你再去調它的範圍 那個大小的部分 這樣才OK 這個是它比較不同的 像這樣子 你那個位置 我想這個 我就不用多講 OK 放上來 好 那第二頁 我就可以準備 把我要的什麼 影片放進來了 比如說 順便提一下 投影片切換應該沒有人不會的 丟上來丟下去而已 好 那我要把影片丟進來怎麼辦 你就可以從這邊 剛剛我們輸出了 是不是在這裡 我就按著丟進來就好了 這樣丟進來就好了 如果你要很標準的 你要很標準的 你可以從上面這裡 它有一個叫做注釋 它有一個叫做注釋 它的中文翻做注釋 也沒有看到插入圖片 插入視訊 所以標準的是從這邊 但是呢 你如果是一般人 你可以這樣這樣進來 那你拉上來之後 就看你 你的影片要多大 有時候影片只是我教材的一部分 我就可以縮小嘛 對不對 你就可以縮小 那如果像這邊 就稍微大一點點沒關係 比如說這是 這個 我們剛剛用的那個叫做 顯示 顯 我的這個字它出不來 沒關係 我就這樣打 像這樣子 所以呢 它播放的方式就是從 從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就跟你做PowerPoint一樣 等於像這樣 這樣 有概念了 你可以先把它叫進來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影片怎麼剪接